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形势很不乐观 之前我们就分析过,美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通胀之中 美联储接连暴力加息,美股反复出现震荡和暴跌 美国要用什么策略来应对呢? 众所周知,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 美国发行绿色的美元票子可以在全世界换回商品 所以美国需要可靠又廉价的商品生产基地 拜登的策略其实是羊毛 一来是继续利用中国这个传统的世界工厂 二来是扶持新欢作为制造业基地 比如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美国财长耶伦直接表示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一些关税没有战略目的 拜登正在考虑取消这些关税 而拜登本人也公开对记者说 即将就是否放宽对华关税做出决定 放宽对华关税,对外贸厂商当然是好事 但我们要看到美国选择在此时降低关税 主要还是为了应对国内通胀的救济之策 而绝不意味着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变 美国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 最近,拜登政府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 5月上旬 拜登在华盛顿接待了东南亚国家的首脑 下旬又访问韩国和日本 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拜登的意图很直接 第一是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笼络 第二是扶持成本比中国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寻求所谓的产业链多元化 甚至产业链脱钩 对美国而言 利用中国制造主要是出于短期考虑 而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和产业链 则是长期意图 不得不说 拜登政府眼光很毒辣 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经济保持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 虽然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 对经济运行不可避免造成一些冲击 但中国的GDP规模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却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的全球霸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身技术优势上的 全球最新兴最前沿的技术往往被美国所垄断 所以美国虽然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 却仍然能经常扼住别人的咽喉 但令美国尤其不安的是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体量的壮大 还在许多重要前沿的技术领域打破了美国的垄断 跻身全球领先的行列 因此美国感到更加紧迫了 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遏制中国 中国崛起的势头就挡不住了 就在最近中国最新的003号航母下水了 中国在军事上是一个完全不用仰仗美国鼻息 有完全战略自主能力的国家 这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完全不同 而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自主能力和技术自主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这也让美国感到如芒刺在背 中国已经拥有独立自主的高铁技术 高铁总理程超过世界七成 在全球率先应用5G 新能源产业发展蓬勃 光伏产能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都稳居世界第一 是美国之外唯一一个 拥有大型互联网公司生态的经济体 拜登政府看到了中国的实力 也看到了中国的威胁 但是美国这一次围堵中国的图谋 能实现吗 不可能 其实就算把罗斯福从墓里挖出来 也不能阻挡中国崛起的步伐 更不要说时不时打瞌睡的拜登了 新一轮科技革命 深刻影响着全球的格局 我们不妨来看看 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 一些重要的产业 通信 信息和数字经济 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之一 而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重要的挑战者 华为的5G在通信标准上的成绩 大家都以尽而书能详 最近还看到另一条新闻 阿里云发布了自研技术路线的CIPO处理器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新闻的价值 还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 简单说 阿里正在争夺下一代算力枢纽的定义权 传统IT产业如何设计 是美国企业定义的 现在依旧抢脖子的CPU芯片 是传统IT体系的算力枢纽 算力及国力 定义住算力枢纽 就能掌握住产业命脉 上下游企业要依照枢纽的结构来设计 就像一根无形的风筝线 牵着整个产业的发展 传统IT时代起步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科技产业还不发达 错失了整个产业定义阶段 随着算力向云端转移 打破原有结构的机会出现了 云时代 中国有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 但缺一个自主研发的枢纽处理器 我们通常理解的缺芯少魂 还是放在传统IT时代去理解 云时代 操作系统屏蔽了硬件的差异性 如果有一个核心的枢纽体系支撑 即使不能够制造出7纳米 或者更先进5纳米的计算芯片 我们也能实现算力超越 这个CPU想做的就是这个枢纽体系 它的起点很高 在中国自研的云操作系统飞天做支撑 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换道超车 这种突破甚至不亚于从两基网络 到移动互联网的进化 这是一场算力革命 美国企业也在争夺 亚马逊 英特尔 英伟达等海外厂商 推出了intra IPO DPU等技术 而阿里云此次推出了CIPO 这意味着在下一代算力枢纽的定义权上 中国有机会赢 这和华为在过去曾使用欧美技术 到5G时代 形成自己的独立技术路线颇为类似 在云计算这个关键的战略领域 中国企业不仅能够保证在现有技术路线下 性能居于世界领先 还能够探索下一代的前沿技术 中国错过了PC时代 至今CPU和操作系统都在用国外的 但云这个时代大家起步是一样的 而且因为中国企业把世界趋势定得很紧 所以始终没有掉队 现在是重新定义云的窗口期 如果我们定义好了 那么下一代算力体系的定义权和规则制定权 就可能掌握在我们手里 而不是被美国垄断 这无疑将是中国技术自主的又一个里程碑 很多人对云计算还没有太深入的理解 但其实云计算背后 关乎算力这个全球竞争的重要资源 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以来 算力一直是美国维持自身全球霸权的新工具 进入21世纪 西方主要经济体在全球的份额只有美国上升 其他国家都在下降 就是因为美国控制了算力 21世纪是算力数据网络的时代 谁抓不住这些技术谁就掉队 对中国而言 算力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加重要 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超大经济体 对网络和计算的需求天然更庞大 我们如果没有自主的算力体系 我们每年就要付出极为庞大的技术费用 并且产生比现在高得多的能耗 阿里最初做云计算的考虑很现实 由于淘宝天茂的订单规模越来越大 用传统的IOE系统的成本越来越高 阿里云的创始人王坚 曾经给马云算过一笔账 如果阿里不做云计算 每年淘宝新增的收入 全都会被IT硬件投入吃掉 更何况传统IT价格完全不能支撑双11这样的场景 所以阿里自力更生 独立发展了云计算 今天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场景都和云计算有关 譬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买火车票 每交易一次都算是处理信息 并输出特定结果 需要算力来支持 一般每天也就有几十万人买票 但是一旦赶上春节 突然几亿人都要登陆网站买票 就可能出现系统瘫痪 造成大家买不到票 那么铁路部门该如何配置服务器资源呢 如果按每天数亿人买票的高峰配置算力 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如果按仅是万人访问来配置 高峰使用会不够用 这个时候云计算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不需要铁路部门专门配置资源 所有服务器都布置在云端 需要多少算力 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样 实现了算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字支付 车载导航 外卖下单 天气预报 短视频 背后都有算力的支持 正所谓一切皆计算 试想 中国如果没有像阿里云这样的自主的云计算服务商 这背后的算力需求都会被美国企业垄断 效率低不说 对中国的安全也是潜在的威胁 任何技术的投入到开花结果都有一个过程 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在过去十多年里 完成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 根据2021年12月 国际权威机构Kentner发布最新年度云计算报告 阿里云IASS基础设施能力拿下全球第一 在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四项核心评比中均斩获最高分 这也是中国云首次超越亚马逊 微软 谷歌等国际厂商 换句话说 在这一代云计算技术上 阿里已经是学霸了 而现在有了CIPO 阿里巴巴在全球云计算领域将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竞赛的达卷者 而将晋升为奥赛的初卷者 这无疑是更大的突破 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够围堵中国 拜登政府最近围堵中国的手段放在20多年前还真可能成功 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才刚刚启动不久 中国对外资的吸引还没有达到高潮 长接产业转移也都停留在低端产业 不要说核心技术 就连制造业的普通技术 中国都没有实现突破 把外国厂商带工点衬衫都要高价进口染料 那时美国要遏制中国 只需要把中国排除出全球产业链就行了 1999年中国GDP为1.09万亿美元 而美国足有9.63万亿美元 中国是美国的11.3% 多么恐怖的差距 别说美国了 就连日本都是中国渴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毕竟那年中国GDP只是日本的23.9% 几年后的2005年 一位网名为雪亮军刀的网友 在一个论坛上发布了自己的一个预测模型 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30年前超过日本 这引发了一波争吵和嘲讽 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机会超越日本 2013年雪亮军刀因癌症去世 但是他看到了自己的论证被证明 是正确的那一天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 到了2021年 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多 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7.1% 但现在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早已不可或缺 而且中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努力攀登科技术 拥有了很多的自主技术 在许多领域都已经打破了西方的垄断 庞大的中国市场 带动了许多产业从零到一 从一到十的进化 中国的基建狂谋人设早已渗入人心 这不仅是交通领域的成就 也带动了顿购机等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中西部大片的高山和丘陵 抢修盘山路可太费劲了 只能打隧道 可是隧道需要顿购机 中国没有一度只能进口 进口一台顿购机是3.5亿的天价 坏了只能停工 恳请外国厂家飞过来修 每人每天的文修费高达2万1千元 可是中国的大基建时代 需要的顿购机太多了 也不能都靠进口吧 贵不说时间也来不及 中国只能刻苦攻关 终于搞出了自己的顿购机 虽然一开始毛病不少 但通过一次次迭代完成了技术升级 只用了三年就达到国外顿购机的水平 价格仅为国外价格的1% 德国的海瑞克 维尔特 加拿大的罗法特和美国的罗宾斯 只能默默降价 今天中国能自主建造电磁弹射的003号航母 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造船工业 世界造船业 中国所占份额排名第一 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和海洋工程传播 中国也占到了全球份额的35% 今年因为俄乌战争而火爆的LNG船 也只有中韩两国能造 几十年前 中国造一艘万吨的船 还要靠举国之力 而现在对中国来说 造十万吨级的船就跟玩似的 之所以中国造船业能有这样的成就 很大程度上有归功于 中国企业对船舶的巨大需求 美国以前对苏联搞遏制战略 跟苏联打经济战 最终拖垮了苏联 苏联阵营的失败有很多原因 但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体量上的劣势 苏联东欧阵营的人口 比北西方阵营少得多 而中国的人口 比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之和还要多 中国有14亿人 改革开放政策释放了国家经济活力 1992年的市场化改革又闯关成功 2001年加入WTO之后 更是让中国经济直接开始飞跃 一口气冲到了世界第二的体量 在这种体量下 靠着雄厚的工业底蕴 全链条的产业链 高知识人群 国家的扶持政策 不论搞什么都能很容易形成规模优势 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 人口技术和经济实力 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两个基础性因素 一方面 很多产业天然就是规模经济 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就无法发展起来 比如同样一个电商平台 在市场与言和法律都高度分散的欧洲 只能服务一个国家几千万消费者 在中国却可以覆盖14亿消费者和商家 不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是海量消费需求 还带动了云计算等产业的发展 很多国家要搞前沿的技术 搞出来了也没有足够大的市场 但中国不一样 一旦搞成了国产替代 马上就可以为十几亿人的市场所用 其实断购机 通信 云计算 光伏 这些产业都是如此 正是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 现在的中国企业 比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 更敢在研发上投入 因为一旦获得了成功 就能够有很丰厚的回报 形成了正向的循环 现在中国不仅是全球唯一 拥有所有工业门类 丝毫没有产业空心化的国家 而且在核心技术上 也在不断实现突破 换言之 相较美国 我们不仅有制造业的强板 还在补科技创新的短板 数据显示 20年前的2000年 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 差不多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在12年前的2010年 中国的研发投入 增加到了将近美国的一半 到2019年 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 1996年至2018年 基础研究经费 年均增长19.6% 现在中国不仅是全球唯一 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同样也是全球科技 创新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2020到2022年 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 连续三年 位居全球第一 2019年 全国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 比上年增长10.5%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9% 最新的数据显示 阿里巴巴在过去一个财年的研发投入 超过了1200亿元 占比高达14% 研发占比已经超过了亚马逊的12% 而且阿里巴巴还在权威机构 AI2000的全球计算机网络研究机构中 跻身前十 和MIT 斯坦福等顶尖名校 在计算机理论研究的前沿 占到了同一期跑线 阿里 华为这些企业 都是中国企业科研投入不断增长 中国正在形成强大技术竞争力的直接体现 无论如何 美国遏制中国的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尽管对手来势汹汹 我们同样也应该对国家和企业有信心 因为我们的经济体量足够大 制造业的基石足够坚实 科技企业不仅有实力 还有面向未来的前瞻性 美国既不能从产业链上围堵我们 也不可能阻止我们在高端和新兴的技术上 突破美国的垄断 我们取得突破的技术 从高铁到盾购机到5G 再到今天的云计算 这个清单会越来越长 今后越来越多产业的标准 可能是中国人来制定 越来越多行业的趋势会像云计算一样 由中国企业来引领 为什么阿里最近发布CIPO的消息让我兴奋 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有这样的能力 美国要对中国做技术围堵 就会越来越难 看看最近美国的通胀形势和股市表现就知道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并不好 虽然说我们的经济也遇到一些困难 但我们的制造业基础够强 我们的技术进步也够快 美国的遏制和围堵 当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挑战 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更要有定力 在中美竞争的大棋局里 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